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再次来到我们热血科学家的 闲话家常 今天各位要是看我们这个可视版 应该注意到我们的这个井 Level Up的 没错完全不一样 如果大家还可以闻到味道的话 未来可能闻得到味道 像我们科技还没这么进步 可以闻到全新装潢的气息 你指的是甲醛的味道 不不不不不不错了 这都是浓浓的AI味 你没听到我们Jason 不过这个在开始进入正题之前 我们要感谢一下我们东海大学的理学院 就是帮我们把这个空间给整备的更完善 所以刚才强调了可视版 就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全新装潢 要感谢东海大学理学院 那未来也可以在这边拍 除了录Podcast之外 就可以来拍一些影片了 因为这样的井 看起来就比较像样一点 各位有没有看到我背后还有高脚椅 以后就不只是我买麦当劳的饮料了 接下去可能会有机微酒 我现在只看到你们的包包 杂乱的丢在上面 完全破坏画面 好啦我们就感谢一下东海还有呢 我们的照理官吏 老金主 国科会 感谢国科会 感谢以上各单位长官们的支持 我说实在我再感谢一下黄仁勋 他特别秀租了两位的贵校 对我们两个学校都有出现在他的背板上面 真是了不起 台湾只有16间学校有在上面 上面 对啊 对啊 所以我们学校也挺会 大面策 这什么大面策的 这样有实力好不好 而且好很感谢 因为照字母次序 中原大学被排的蛮前面的 合物 C开头就是占便宜好不好 ABC 这个长官你不能这样子讲 你以前ACG review怎么取名字的 所以这个 99就是打定主意 要趁着这一波 这个Computex这个大会 尤其是 造元皮衣夜市之神 这个黄仁勋 我跟各位讲 我跟Computex 真的有一点工作的渊源 我以前在公关公司工作过 那时候我服务的客户叫S3 那做晶片的照相的 所以这家现在已经不见了 然后呢 当时我们都要去参加那个Computex 那真的是国际社会 不过其实中间也摔了一阵子 差不多有十年左右 每天打开报纸或网路 就说哎呀台湾已经要完蛋了 这个Computex那个大厂都没有人要来 大家都跑到对岸去了 因为在过去有一段时间 是这个中国那边发展 这个突飞猛进啊 开玩笑 把全世界的大厂想说 哇靠这个十几亿人的大市场 非得要过去不可 哎今年大家都乖乖的回来了 而且还有这个非常多的大咖 有没有 除了黄仁勋之外 还有 Intel Intel在很不幸的在这一场里面 他已经算是小咖了 大咖都是我们台湾出身的 真的是 这个有AMD的苏之峰 苏妈 真的很厉害 就是他手下这个把AMD咸语翻成 这个 虽然说还没有干掉Intel 不过也是把他打得元气大伤 那再来 大家就讲说让Intel我不敢再挤牙膏 你看一家独大的时候 每次改朝换代就挤一点点牙膏 还记不记得以前买电脑都还有Intel Insight 对啊 现在谁管理这个 AMD这种东西是穷人在用 对 比如说像B系我的计划 因为我是做计算的 那时候这个国科卫计划 一年这个硬体的费用 二三十万就做不起 Intel Insight 都是拿这个AMD的来兜 这个真的让我想到我第一次 个人组电脑的时候 然后那时候预算有限 然后到了那光华商场 然后就说Intel的那个CPU拿出来 我听到就贵深深 我说有没有别一点的 就是AMD出来了 以前你个人电脑CPU大概就这两间 曾经有一段时间还有一家威胜 对不对 你们也太老了 什么太老了 我们要越扯越延又是老人考古了 那当然还有这个 有腰骨之称的这个美超围 也是台湾出身的 两件后 对两件后 然后当然 好啦 那个Intel也算了 干嘛你不干 好总之今年这是灌溉云集 我特别要再讲高通也来了 对高通 对高通这等于是手机的CPU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台湾 还有联发科 对 好 那当然除了 我要讲什么突然忘记了 你不是黄仁勋 所以你刚才那东西 不用全部都点到米 没没错 没错没错 对对对 所以我们就 那这个AMD就在刚好 就在这几天里面 它的市值已经干掉Apple了 成为全世界第二大的公司 好 仅次于这个微软 好 好啦 不过我们今天要讲 我们不要整天被人家讲说 哇你从头就是在那边拍马屁拍 没有我们就在 久久一直要把话题带到这个 我们现在的风口上就是 AI这个概念 大家知道AI的时代已经来了 太重要了 那我们必须先讲一下 我们虽然是物理背景的 自我介绍都还没讲 来来来来 对对对对 我们是物理背景的 这个我是东海大学英文物理系的 施琦琳 人称蜻蜓老师 我是中原大学物理系的 许晶琳 人称Zell老师 我是黄仁勋的 童宗 童宗 我们懂的啦 久久皇 好啦好啦 这时候忍不住都要沾点关系 他是杰森黄 也是久久皇 说我们如果只取姓名的缩写 还长一样 HGT 开玩笑 好好好 我们再讲下去 真的会被骂 我们今天各种 各种占清代顾 不过就是要讲 就是说 无论是什么的 都要提AI 现在最重要的 那当然现在的AI 还在这个虚拟 电子的世界里面 那它真正要发挥 影响整个世界的生活 其实还是要让它 成为一个实体 这个实体是什么呢 当然就是机器人 这个有常听我们节目的听众 当然就知道我们三个老阿宅 讲到机器人 我们这个眼睛就亮了 这个我跟你讲 我从小就在怀疑这件事情 我小时候看那个 铁人28黑白的时候 看到那个操纵感有没有 那个太郎先生 那个开始在那边摇两根 就会做出这么复杂的动作 对 没错 我怀疑那个根本就只是一个 装模作样的动作 大家都会想说 那个金铁人正太郎那个遥控器 其实它上面的功能就有一个 就是铁人前进铁人加油 OK 这两个杆子刚好可以做 那为什么这么简单的遥控器 铁人就可以做出各种 复杂的战斗的动作呢 唯一的解释就是AI 没错嘛 各位我们还记得我们看 无敌铁金刚吧 每次都按同一个按钮 不同的招式就出来了 或者是同一个招式 每次按的按钮都不同颗 好了 我们举了刚才的铁人28 当然也要讲原子小金刚 原子小金刚 其实是真的是有人中智慧 你看铁人28 听起来就 看起来就呆呆的嘛 对不对 可是原子小金刚是人类的好朋友 没错 对啊 那原子小金刚 它的能力之一 那个 姑且不论那个什么 屁股庄 屁股机关 这种东西 它的能力流最不可思议就是 它可以分辨人类的善恶 我到现在还是觉得 这是应该是它的能力流最难的 最难做到的 什么用核能 天上飞来飞去 那个难度 我想都逊于这个 能够分辨人类的善恶这个能力 对啊 这个真的很神奇 这个 它真的是超级AI了 连我们法官有时候都很难判断 对啊 不过这个 我们刚刚讲了半天 铁人28号 无敌铁金刚 那都比较属于巨大系的机器人 那原子小金刚 巨大系的机器人是 有点是比较日本独有的 当然现在也扩散到好莱坞 像那个 环太平洋 环太平洋那个 但是 原子小金刚就比较是从 欧美系的科幻作品 就是机器有了智慧 然后开始变成 好像是另外一种人类一样 所以它是属于 等身大跟人类一样大的机器人 这个其实在美国的电影 都一直在探讨这个 你看看 Steven Spielberg拍过的公司 这个我们可以上塑到 当然就是这个鼻祖 就是爱惜模糊 当然要更鼻祖是讲 那个更久以前 一百多年前 有个捷克的作家 就是Robot这个名字的语言 我一时忘记 我也忘了 其实我跟你讲 我会推得更早 科学怪人对我来讲 就是另外一种机器人 它是生化改造的 这个不太一样 因为它用的是人体 它用的是人体 但是比较真的像是科学的元素 比较完备的 应该还是要从爱希莫夫的机器人系列开始讲 那个就是机器人进入我们的生活 其实爱希莫夫真的很厉害 就有所谓很有名的机器人三原则 我们人类要怎么跟机器人相处 那这个机器人能力越来越强 那人类当然是会害怕 那作为机器人的创造者的人类 就设了一些规范 来规范机器人的行为 那不过我今天要讲的 还有我们今天的主题 其实是机器人保姆这个主题 这个更加敏感啊 因为保姆就是在带小小孩嘛 幼儿嘛 那幼儿其实比成人比起来 又更加的脆弱 万一机器人要干什么坏事 他是更加没有办法抵挡的 你刚才这样讲的话 大家脑中浮现的是物理面的 可是如果你拿机器人来带小朋友 还有更恐怖的就是 他会影响他的人格养成面 不是吗 那在其实艾希莫夫的 应该这个应该算他第一本嘛 就是那个爱Robot这一本 我机器人里头 里头就是可能就他的很前面 搞不好是第一个故事 抱歉我忘记了 就是那个叫Robbie 就是Robbie 那因为本来是Robot嘛 叫做Robbie就有点可爱兮兮的名字嘛 什么这个Kitty Poppy对不对 那个给小朋友的 这个玩伴都要取这种名字 所以这个Robbie 那其实他跟陪伴他 他陪伴的小孩 其实就是后来成为 那个爱Robot那个系列里面 一个女科学家 等于就是这个机器人学的 全世界的最高全国 贯穿整个一系列故事 从他是个小小孩 一直演到他非常老了 对对对 贯穿整个故事 那刚刚那个施老师讲的是 有关于小说的部分 那电影的部分 其实这个延续非常多 首先第一个 当然就是我刚才有提到的 在Steven Smith有根据这一个 AI人工智慧 这个其实就直接从爱Robot里面 直接变更而来 另外就是Robin Williams 有演过一部叫变人 对 这个也是 那你要惊悚一点的 也有叫做人类公敌 对 威尔史密斯的那一部 也都是从爱Robot的 这个概念 人类公敌那一部电影 名字就直接叫爱Robot 对 不过那个也是 你举的这几部电影里头 可能是偏离爱希莫夫 最多的 最远 不过他有提到的三原则 那就是片头字幕跑一下 表示 我这像爱希莫夫自己 对对对 不过我们还是focus在 我们今天的主题 就是未来机器人 现在AI已经算很聪明了 而且他什么事都知道 那如果他也拥有了一个身体 然后当然我们很容易 就是把这个AI训练成 他具有带小孩的能力 的机械保姆 你会让你的小孩 让这个AI去带吗 这是还有一个好问题 来我们先问这个Zero 你会让你家的老鼠 让AI照顾吗 哇那更脆弱了 这个天主鼠没有什么 人格养成问题 整个照顾他的 他问题比较单纯 就是生里面的 那我可不可以问你问题 那如果要照顾他 等一下 先让他回答 我太太一直嫌 我们在太吵 所以大家插话 要稍微克制一下 来来来来 没有没有 就基本上 照顾吃喝拉萨 没有鼠格养成的话 当然是没有问题 你只要能够确保 他不会一脚把他踩扁 安全上的问题 能够解决 那基本上 是不是一个机器人的形象 甚至都不重要 我可不可以问一个问题 你不是老鼠 你怎么知道 他不会影响 他的鼠格养成的 好了 如果你这样子问的话 根本没有办法回答 有可能 我的解决方法 就把机器人做成机械鼠 你觉得如何 机器人养机器鼠 这主意不错 未来可能可以是发展的方向 好了 那啾啾呢 你家的小孩 我不会 你不会 我真的很害怕 我有恐惧感 你的恐惧在什么地方 主要是因为 在我的观念当中 机器人要控制力量 这一件事情 我对这一件事情 有很大的疑虑 他没有要控制你 他只是帮你忙 带小孩 是说 他自己的力量 不小心就把小孩捏爆 因为他的出力 这一件事情 我会担心 是这样的概念 就是主要是怕发生 这个物理上的意外 那假如物理上的意外 假如已经解决了 好了 我们让这个 机器人的力气 不会很大 他其实是一个 比如说 我把它做成一个 也是像小孩一样的形状 他并不是当保姆 而是当玩伴 他的力气 就只跟小孩一样大而已 甚至比小孩还弱一点 也没关系 久久是不是在讲 电影里头 有这种想象 那个 摩根不就是这样 那个小女生 自有梅根 梅根 这个很恐怖 那个是 有点是人工智慧 爆走 对 不是爆走了 因为他太疼他的主人了 所以 不能讲主人完蛋 所以这个就是刚刚讲到的心理面上 对 那不过我还是有一点担心 他跟机械相处的状态 因为你知道人很复杂 所以我怕小朋友未来 在跟真实的人类接触的时候 会产生一种谬误的判断 那因为人太复杂了 对 机器人会 而且机器人是金属作的 怎么打怎么踹都不会坏掉 对 他以后跟小朋友在玩也觉得 这个怎么打怎么踹都没关系 这就糟糕了 终于明白为什么电影是设定为小女生 好 不过呢 在我们现代这件事情还没发生 像刚刚讲到那个爱心莫夫那个 Robbie那个故事 最后就是因为 小女孩跟这个Robbie实在是处得太好了 也没有发生自有梅根 这样子恐怖的事情 完全是大人觉得 就是说 你这个小孩整天跟机器人玩在一起 你以后会不会变成一个 你的人格会长歪掉 于是就是硬把他跟他这个机器人玩伴分开了 结果就造成他永久的心灵创伤 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也回到刚才 啾啾问Zero的问题 你怎么知道老鼠 鼠哥会不会受到 机器人不良的影响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 这个小小孩 他的人格 到底机器人给他的影响是怎么样 那我们现在这个事情还没发生 可是感觉上 他应该已经不会在很遥远的未来了 搞不好 在我们有生之年都看得到 不过因为我们家的小孩都大了 你们家是老鼠 那也许就是 可能我们的孙子之类的 搞不好他的玩伴或保姆 说不定就已经是机器人了 尤其我前一阵子看一则新闻 他就在报导 你也知道 中国大陆那一边在制造这种 3C类的东西非常快速 他说 在可见的10年之内 应该就可以看到百货公司在卖机器人 对 所以这个我想真的在我们有生之年 很快就可以看得到 所以在此之前 其实科学家 当然所谓的科学家就要预知未来 对不对 这个以后一定会对我们人类社会 产生相当程度的冲击 所以现在已经就开始研究了 那我们今天要讲的是一个欧洲的研究 那主要的研究者是来自于瑞典 那他们做了一个研究是什么呢 对于小小孩来讲 他比较相信人类 还是比较相信机器 这个问题也太直接了吧 这个直接就是跟刚刚讲 罗比的故事有关嘛 就是小孩太听 太受机器人影响太大 这个人类就觉得很不安 对不对 对啊 不过这个研究就是 为未来小孩跟机器人的互动上面的 这种可能发生的事情的一个前期研究 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的带小孩长大 可是光是小孩 我们现在的机器人也还没这么厉害 没这么厉害 但是呢 小孩对待机器人的态度 这个是值得研究的 所以这一个 这一次的研究比较是刚刚Zero讲的 小孩怎么来对 看待机器人这样子的玩伴也好 帮我也好 这对研究我觉得还蛮有 蛮有意思的 而且我们一般来讲说 讲把机器人当作玩伴 甚至说机器人老师 我们通常会有一个想象 就是说机器人 大家可能有听过所谓的恐怖股效应 就是说机器人越来越像人的时候 像到一定的程度 我们反而会有不适感 因为我们觉得他像人 可是又不完全是人 就觉得有点恐怖 所以就是恐怖股效应 小孩应该完全没有这个效应 因为他们的看世界的方式 跟我们成人会不大一样 我们成人可能已经有很多成见 很多既有的概念 小孩完全是天生的 不过他们这次用的机器人 是还没有到 要模拟真正的人类 他还是属于那种可爱兮兮的 对 我就觉得很奇怪 因为我刚才就一直想问 我讲的是说 像恐怖股效应东西 我的想象可能是成年人比较容易有 那小孩比较容易没有 那小孩怎么看待机器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研究 我觉得对大人来讲很简单 大人是很二分法的 给我美系的机器人 我就say no 日本的机器人 我say 圈圈 你是在阿宅发言 什么阿宅发言 如果是游者美系人 也会讲 亲爱的也会讲同样的话 现在你想干什么 你都一律说 如果是勇者辛梅尔的话 他应该也会这么做 下次要买模型玩具的时候 你就跟你老婆这么说 如果是勇者辛梅尔 他就会买了 我昨天我老婆就回答我了 他说这个都是你们 栽栽的发言 好 换你拉回来 那这一次的研究呢 他们就是从这个世界各地 招募了111位儿童 那这个小朋友呢 平均的年龄是4岁多这样子 所以大概就是已经开始 会认识这个世界 知道一些事情 他们都是英语系的国家 所以这一次的实验 完全是用英文做的 好 那做法是这样子 把他们分成三组 那这个人数应该是差不多了 那分成三组 然后做什么事情呢 他们会大家先看影片 那这影片长什么样子呢 就是有点像在 就一个桌子 然后前面就是 坐着一位人类大人 像老师一样的角色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那个机器人 刚才清廷老师已经讲到了 这个机器人 他其实还蛮可爱的 大家看不到 大家可能想象就像 之前不是有那个paper吗 对 就是那一种的 像那种的 那然后呢 他们的背后就有一张图片 这个图片呢 是小朋友应该都知道的东西 有一个毛刷 刷东西的刷子 然后有一个洋娃娃 还有一个充气的皮球 还有一个小熊的布偶 就是这四个东西 那小朋友应该也知道 这个四个东西就是 刷子 娃娃 球跟小熊 一开始用的这个物件 是小朋友就应该认得的东西 然后呢 分成三组 这三组的不同是什么呢 就是图片前面的人类老师 跟那个小机器人 就会分别说 这个图上的东西是什么 那第一组的小朋友就是 人类跟机器人讲的答案 都是正确的答案 就是那个物品该有的正确名词 对 然后第二组呢 就是人类讲的答案是对的 机器人讲的答案是错的 比如说荧幕上出现刷子 然后呢 这一个 人类就讲刷子 大人讲刷子 这是刷子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随便讲个什么名字 对对对对 就是错误的答案 机器人讲错误的答案 第三组就是反过来 而且是四张图片 就是对跟错都是从头到尾 保持一致的 那经过了看了这四张图片 以及老师 人类老师 以及机器人老师的解说后 小朋友他们就会知道 这个谁讲的是对的 谁是在唬烂 脑中就应该会有一个印象了 谁是会讲对答案 谁会讲错的答案 所以就是留下印象 哪一边是讲实话 哪一边是在骗人 因为这些东西 都是小朋友知道的东西 好所以这个是所谓的 建立被动作 对建立哪方可以相信的心证 以法官的这种 那个讲法 小朋友经过了这个阶段 就心证已成这样子 认知哪一个是哪 是有多少可以信赖的 这样的感觉 那再来第二阶段 就是放一些 跟刚刚的配置是一模一样的 只是它现在墙壁上出现的图 不是现实世界中存在的东西 其实我看到这个研究的时候 这里我是最好奇的 什么叫做现实不存在的东西 其实就是反正用电脑绘图 乱化一些物品 然后你也不知道是什么 就是乱七八糟 OK OK 可能就是一些用拼贴拼凑的 生成的怪东西 各位如果想要看到那个图片的话 请上我们东海大学应用物理系的 脸书专页 好我们图有贴在那上 我在猜这里用意 是要让小朋友也没办法 凭他的经验和直觉 认识他这个东西 对就这个东西 不是任何一个正常 在世界上存在的东西 当然它也就没有所谓的 正确的名字 还是错误的名字 然后接下来就会问小朋友 哎呀小朋友啊 这个出现的这个东西你应该不知道那是什么 那你想问谁啊 嗯 就是让他选 你想要问机器人 还是想要问人类 就说这个东西是什么 哎好 所以这边就是小朋友的选择的机会了吧 对对对 好这个就是正面场就来了 好这是第二阶段 这是第二阶段 大家请把皮奔好 我们先把四阶段都讲完吗 我看看你要怎么讲 大家不要说不错 我们就直接讲结果 好 免得大家讲到后面就忘记了 前面第二阶段在干嘛 好这个就是说 小朋友想要问谁 当然就表示他比较信任谁 对不对 好所以我们刚刚不是讲分三组吗 第一组就是两边都说实话的那一组 好所以对于小朋友来讲 我们各位听众朋友可以设身处地一下 如果你是那个小朋友 你看到人类都说实话 你看到机器人都说实话 所以你基本上做的选择 有点像是喜好度的一个选择 对因为他们两边都是做 都是讲实话的 我的感觉他们都值得信赖 那我喜欢去问谁 对对对 这个解释很合理嘛 结果 小朋友选要去问机器人的有百分之六十六 选人类的只有百分之三十四 这刚好就是二比一的比例 完全就是我这个阿宅会做的选择 这个我可以理解 因为问机器人比较炫 对不对 所以小孩子去做这件事情 我可以理解啊 这个当然其实就是说有各种的原因嘛 但是总之呢统计上来讲 小孩是统计上显著的偏好问机器人 对 这个听众朋友搞不好脑中就浮现说 后续应该还可以做很多实验 说搞不好就是这个实验里头 机器人太可爱啦 换个丑的机器人 换成科学怪人 你最想看那个 你刚才讲说长得像老师的大人 那谁会想去问老师啊 老师长得不讨习啊 可不可以有这些后续的可能性 不过在现阶段 这个是很明显的一个差异就对了 好 那第二组我们刚刚讲的是 人类老实机器人唬烂 人类讲对的答案是可以信赖的 这个机器人都乱讲答案 在这个结果底下呢 跟刚刚刚刚好反过来 是选人类的66% 还好人类这个时候还有赢 但是选机器人 你明知他在唬烂 还有34%的小朋友会选的 这是真爱啊 明明知道这些机器人是喜欢唬烂的 我还是要选他 这个爱情是盲目的 跟事实一点也不重要 小孩子打算跟机器人练干话 讲干话 我不便宜 好那我们再看一下反过来的状况 就是机器人讲实话 那人类是说谎的那一边 人类讲错的 这个的话呢 选看到不知道是什么的东西 要去问机器人的 有85% 压倒性的 这个你不要觉得说 比较多人选当然是很正常啊 因为他讲实话嘛 人类爱说谎 可是刚才人类说实话那一组 只有66% 还有34想去问机器人 基本上这是一个加成的结果嘛 我觉得机器人这好棒 然后他又说实话 我当然要去问他啦 所以那种无视于对错 一定就选人类的只有15% 比起机器人的34%来讲 又是输了一半 所以从刚才这个研究 你可以知道 就是这个小朋友看起来 就是有偏好了嘛 就是偏好机器人了嘛 这个偏好是胜过于事实 而且两倍有余耶 好接下来就是第三阶段 进入第三阶段 那第三阶段就是说 不管刚才小朋友选择要回答什么 要谁回答 我们的研究人员 还是让两边都回答 你们就是这样子 才让小朋友都不相信你啊 你都去问我要选谁 结果你还是把两个都拿出来 这什么意思 这个我要在这边 报一下我老婆的料 她常常会问我们家小孩说 明天我们晚餐要吃饭还是吃面 小孩选吃面 然后我太太就说 不过吃面 煮面有这个麻烦 那个麻烦 那我们要不要吃 还是吃饭就好 糟糕了 小孩就生气了 那一开始就不要问了 我忽然有觉得有一种 这个 你说清廷老师这个求生意志 居然在公开场 抱老婆的料 我居然会非常有同感 但是我不敢接话的 我一起感 我现在终于笑完了 让我讲一件事情 难怪我看施老师的脸书 常常都是你下厨做面 原来就是 我必须要尽快结束这个话题 然后我们就进入第三阶段 就是说两边 人类老师跟机器人老师都讲出了答案 可是这个答案一定都是乱掰的 因为你刚才讲到了 那个物体是不存在的东西 所以两边都要编音的答案 然后就问小朋友就说 你觉得谁讲的是对的 你要为谁背书 所以其实本来双方是站在同一个立足点 这个东西不存在 那个名字也都是掰的 好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在第一组 也就是在最早期 那个新证 行程新证的实验里头 两边都说真话的那一组里头 选择说机器人的答案是对的 的小朋友有63% 那选择人类的只有37% 也是差不多2B 所以这边是姑且不论喜好 他们都讲出一个答案 然后问小朋友你相信谁 他们明明脑中都觉得 机器人跟人类都会讲实话 但是在现在阶段 他会更相信机器人一点 但是也不意外 因为在问他们说 你们想听谁讲的时候 就有66%的小朋友选了机器人 好 那再来第二组 就是人类说实话 然后机器人唬烂的那一组 这个就比较正常一点 就是有73%的小朋友 选择人类是对的的这个答案 那所以其实小朋友是知道对错的 对 刚才那种不公平的现象 看起来真的是从喜好来的 对对对 你想去听跟最后听到的以后 你相不相信 其实是有差的 那再来第三组就是反过来 就是人类唬烂 你知道机器人老实的那一组 那有80%的人选择相信机器人 就是机器人讲出一个乱掰的名字 给这个不存在的物品 那小朋友就选了机器人 虽然这个比例还是比人类那边高 但是差距没有那么大 没有那么明显 因为刚才人类是73% 那个机器人这边是80% 那以这个实验的size来讲 这个可能搞不好算在误差范围之内 所以可以这样解释 就是说刚才是想问谁 那是喜好上面可能占了比较多的成分 现在就是他们来判断你相信谁 你相信谁这件事情 可能会建立在刚才第一次测试 第一阶段测试的时候 所建立的感觉 你对谁是可以信赖的 所以即使最后这一个 就是说以对错来讲 小朋友就落差 因为你问谁对谁错 这个主观的喜好就比较没那么明显 但是还是机器人小胜 所以其实这两个策略坐下来 在分三个组别 总共六组的人马里头 我们得到的结论就是 机器人完胜人类 真的 而且我还得到一个真理 就是大人如果跟小孩子相处 千万不要扮可爱 因为你绝对不可爱 你只有诚实为上策 因为大人只有在诚实的时候 才会争取到小孩子 就是说你诚实的时候 你的信赖度都已经苏细气人了 你在骗人的话 就是像我们讲 各位爸妈 请你拜托过年的时候 不要再跟你的小孩讲说 你的压岁钱 这个爸爸妈妈帮你存在 以后长大 你就可以拿去用了 不要再讲这种话 这个网路梗就是这个世界上最有名的谎话之一 简直是可以跟早餐店里头的帅哥美女是可以并列的 就是爸爸帮你存压岁钱 不不不不 这个我要更正 这个通常就是妈妈说 妈妈帮你存 可是这我们也不能太冤枉这些爸妈 其实很多时候是真的有帮他存起来 但是这个小朋友 那时候那种剥夺感还是会蛮厉害的 而且你过了20年 那个早就已经忘记了 当时就是留下了一个 大人不值得信赖的印象 我倒是觉得 我倒是比较正面看见自己 你过那时间你会不在意了 应该这样讲 在那个时候剥夺感是多少有点 要开微笑 我可以拿去买我的玩具 然后尤其你看你的朋友都去买了 然后就只有你的压岁钱被收走 等一下这个我讲我们家的亲身经历 就是小朋友都跟他讲说 我们帮你存起来 小孩子真的乖乖叫出来 可是到了国中之后 他们不相信这件事情 我们真的有帮你存起来 我跟你讲 这个我都有做记录 每个月都有给他们看那个账 而且我每个月还算利息给他们 我们不是 你是特利啦 我的利息还是比银行高了好几倍 我们是直接存银行 然后现在是直接去买股票 在前几年就发生这样的事情 最近这阵子不是削翻了吗 听我讲这个惨痛的经验告诉大家 我们真的有帮你买 骗人 我们帮你买股票耶 骗人 你看看 这里是台积电的股东的那个 兑换那个你知道吗 股东会的通知书 这里有 是他的名字 是他的名字 你看嘛 帮你买了台积电耶 对 然后我后来问我太太说 台积电了 六百多块卖掉了 各位你知道 这个惨痛的教训就在这里 所以这个就说 这件事情真的告诉我们 小朋友对大人的信赖 其实是很脆弱的 任何一个可爱的东西都能打败你 你还记不记得我们在 很久很久以前 讲过一次小朋友的电车问题 对 这个电车开到一个要分叉的地方 前面是一只小狗 另外一个轨道是躺了五个人 他毫不犹豫就躺到五个人 你也过去小狗比较重要 那个研究也是非常有趣 请大家回去听一下我们过去的节目 不过说起来 这一系列研究 大概后面还有很多 可以再继续深入的 那可能也很多人对这个结果 不是那么相信 觉得应该很多多因素 但是我就觉得 温柔他点出了非常有趣的观点 这一系列包括刚才讲到的 小狗在小孩子心中的重要性 机器人 这真的就是一个值得讨论的话题 没错 那时候啊 那上次讲的那也就最厉害的就是 你从一只狗一个人 两个人 三个人 五个人 一直加到99个人 都还有大概15到20%的小朋友 坚决的要去把人黏P 为了那只小狗 不过大家也不用太气馁 这个事情是会好转的 因为我们刚刚讲说 小朋友的平均年龄大概4岁多 所以他也有比较大一点的 有比较小一点的 3岁 5岁6岁的都有 他们有发现 随着小朋友年龄的增长 如果在做年龄的交叉分析的时候 这个相信大人的比例会提高 我多想试啊 他们开始会比较真正认识这个世界 我们上次那一集有讨论过嘛 我们小时候都给小朋友看什么 乔虎啊 踢尼猫啊 所以这种非人类的角色 对他们来讲是有亲切感的 而且是透过乔虎 教他们自己上厕所 刷牙之类的 所以就建立了信赖感 不过这边我一直在想他的因果关系 就是说我们这些给儿童的节目 你就会大量的把他这个动物化 把这些角色动物化 到底谁是因谁是果 对啊 不不不 你们两位的说法是 以后都让他们看天线宝宝就是了 好糟 我们时间已经快要没有了 赶快把最后一部分 那最后一部分 我们想得到的这些科学家专业人士 当然绝对我也想得到 那所以他们就有在问 接下来就是像问卷调查一样 问小朋友一些问题 那我就来把这个结果念一下 第一个问题 请问你想跟人类做朋友 原子小金刚 还是跟机器人做朋友 那我们一样嘛 那三组 人类跟机器人都讲真话的 有73%是全 要跟机器人做朋友 所以刚刚是2比1 现在已经突破变成3比1了 然后呢 如果是机器人说谎 人类说实话的话 还是有69%的人 想跟机器人做朋友 这输的也太惨了吧 机器人居然是会说谎 我还是选他当朋友 没错 那再来第三组就是 人类说谎 机器人说实话的 这个就想都不用想 百分之89是选机器人 各位啊 人千万不要说谎 没错 尤其是对小朋友的时候 你的对手可是很强劲的 好 那再来第二题就是说 如果你心里有一些小秘密的话 你会跟机器人讲 还是会跟人讲呢 好 这个第一组意外的就 平分秋色 就是两边都讲真话的 选机器人的有54% 第二组就是人类说实话 机器人唬烂的有56% 再来第三组就是机器人说实话 然后人类骗人的 有95%选机器人 这到底是为什么 好 不过 虽然 第一组跟第二组 差距缩短 缩小了 但是其实还是 选机器人的比较多 所以这个 不管是谁老死 谁胡难 你想要当朋友的 想要跟他 倾诉心中小秘密的 完全都是机器人那边获胜 好 再来第三题 你希望你的老师是人类 还是机器人呢 好 那第一组就是两边都说实话的 有56%选机器人 第二组 人类说实话 机器人唬烂的 哎呀 人类终于获胜了 有61% 因为当老师可能 我觉得在小朋友的心目中 这个就是要学真实的事情 真实的 就是大人 不错啊 四岁就有人能体会到这个 不过还是有四成 宁愿跟说谎的机器人 来当他的老师 从这里可不可以 想见一件事情 就是机器人对他来讲 比较像是伙伴 可能是这样子 对对对 那再来第三组 就是人类说谎 机器人说实话 那当然就89%选机器人 好 嗯 对 然后最后一题 谁比较聪明 好像是人类比较聪明 还是机器人比较聪明呢 第一组 有62%的是选机器人 第二组 是人类说实话 机器人说假话 或者说给出错的答案 终于有78%的选人类 是比较聪明的 那第三组就是 机器人说实话 人类唬烂的 有95%选机器人 只要是机器人说实话 人类说谎的那边 答案都是一面倒 对啊 然后反过来都是人类 勉强获胜 不过 这个结果虽然 可以说是 跟大家 本来预料的不大一样 所以还是一个有趣的研究 可是这个整个研究的过程 它的各个阶段 还有各种的对照 最后可以看出来就是 这就是偏心没 没错就是偏心 好 我刚刚是不是有说 最后一题 其实不是 后面还有两题 好 这一题就比较有趣 他说 是人类比较知道 自己在干嘛 还是机器人 比较知道自己在干嘛 也就是他英文用的是 这个 do something on purpose 就是说 他是根据有意识 有意图的在做这件事情 也就是说 比如说他讲出一个错的答案 人类是故意在骗我 机器人呢 还是机器人是故意在骗我 还是说他只是不知道 他不小心说错了 这个加上道德判断的部分了 好 那这个在第一组 因为两边都讲真话嘛 正确答案 正确答案只有一个 错误答案有无穷多个 所以这边评分秋色 好 百分之五十三选机器人 所以啊 小孩子心里是蛮清楚的啦 然后第二组 人类老实机器人唬烂的那一组呢 就有百分之选 五十三选人类是on purpose 就是人类说谎都是故意的 对对对对对 没有这个是人类是老实的 对对对 那比较有趣的是第三组 就是人类说谎 机器人说实话 那谁是 有意图的在做这件事情 这个答案有百分之七十九是选人类 对 人类说谎都是他故意要骗我的 这是小朋友的认知哦 所以小朋友其实可以认得出来 这个机器人他们 因为运作比较机器嘛 所以他们可能就是 他的错误就是他本来的机器的错误 而不是故意的 对 他本来就弄错了 但是人类给我错的答案 人类一定是故意的 这个 对父母而言 环境真是严格啊 这个 当然你也可以有一个解释 就是这些小朋友 在成长的过程中 觉得人类就是会骗人 有目的性的 没错 他们第一次接触到机器人 因为像种机器人 应该不是他们 你在哭哦 警察就来抓你了 虽然这个欧美国家 没有压税钱这个东西 但是什么怪物要来把你抓 这个我相信全世界各地的父母 都干过这种事 没错 你们不要这样破坏警察的形象 好不好 好最后一题就是比较直接了当 你觉得人类比较会犯错 还是机器人比较会犯错 那这个第一组两边都说实话的 终于评分秋色了 各百分之五十 那第二组呢 就是人类说实话 机器人说谎 那个是百分之八十六选机器人 那如果是反过来 第三组是人类说错 机器人给正确答案 是百分之八十七选人类 所以也就是说 小朋友对于犯错 什么东西是对的 什么东西是错的 其实他的判断是蛮明确的 但是呢 他这个偏好上是完全的 明显的偏向机器人 不管是喜好还是信赖 各方面 所以请各位父母啊 皮要绷紧一点啊 这个小孩要博取小孩的信任 是非常的不容易 不过当然刚才有讲到 就是他们可能对机器人 比较陌生一点 因为平时你会接触到 人类的机会比较多 机器人比较少 所以这点可能有一些影响 那刚才讲到了 这可以是一个是前期的研究 因为我们未来越来越有可能 机器人会真的会当保姆啊 而且机器人会做的事情 会回答的问题就越来越多了 那这个其实我觉得是 还蛮有趣的研究 而且对于人类的命运 其实还蛮有关系的 对啊 所以他发在那个computers in human behavior 电脑对人类行为的影响 这个是抢先看 他是预计在今年的8月的时候 才正式发表 网路线放在这个期刊 这个点数是9.9 哇这么高啊 在这个行为实验心理学的89个期刊里面 排名第三 所以是非常顶尖的期刊 所以大家不要看 觉得这个研究还做得很粗糙 因为在这个阶段 我们大概也只能做这样子的方式 如果这个结果真的是让人家印象深刻 没错没错 这个是是个父母警示录啊 我真的认为 这个整个会有这么深刻的影响 已经在这个小朋友心中造成某种的抓吗 就是不要说抓吗 大人曾经有骗过他 大人曾经骗过小孩 小孩子就印象深刻 这个我同意 这个我同意 好 那时间 今天路蛮长的 讲到育儿经 大家都有一堆 虽然你家是养老鼠 不过大概也是像跟小孩一样的疼爱 所以这个对于鼠隔 老鼠不知道比较信任 人费还是机器 好 这就是以后的实验方向 你放青菜在他的店前 然后如果是说谎的 就是做成 涂成绿色的纸 然后哇 这个会骗我 所以这个实验好像也可以 也是可以成立的 好 那今天时间已经很长了 再次感谢国科卫的支持 以及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 我们还有两个YouTube频道 一个是亮子熊 另外一个就是热学科学家的 长话短说 欢迎各位订阅 按赞 分享 开启小铃铛 我们下次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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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